主要這次,這是第一次在亞洲集中全部的全美鑽石 那大家知道全美鑽石就是顏色最高,Dcolor 然後進度也最高,是IEF,就是內部完全無瑕 也就是市場上所謂的全美鑽 那我們有鑑於2008年的雷曼兄弟金融風暴已經出到鑽石最低點 那經過一個景氣的循環,2019年我們認為是現代的新鑽石 我們發現有一些新的契機,就是投資鑽石可能是一個新的工具 而且現在也是一個新低點 那我們就推薦消費者在這時候買到最好的這個 DIF的頂級的鑽石,來作為一個消費 那像一般來講,像蘇富比跟加世的這種頂級的拍賣會 一次的這個展覽,在DIF來說可能會3到10顆 這是一個極限 那這是我們總共這種投資性,有3顆拉到22顆拉 總共有6、70顆的這個頂級鑽石 一次可以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而且我們是用集中溢價的跟團購的方式 所以消費者在這邊會拿到比 主堡店進貨價更便宜 而且比 拍賣會起標價,價錢又更好 像這個是目前 拍賣會已經很久沒有出現10顆拉以上的這個原轉 那這個是我們用一個 非常好的方式跟礦場直接做一個交涉 它是一個20顆拉的一個原轉 那它雖然是20顆拉 我們談到用10顆拉的價錢就可以拿得到 所以它的總價在一億以下 那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目前市場上出現配對最大的新型專 原則很容易 對,要兩個長一模一樣 包括它的外面的Outline 還有內部的這個火光的反射 要完全相同,其實難度非常的高 那5顆拉以上我們事實上在市場就已經非常非常少 這對是12顆拉 是目前全世界配對新型最大的一對 我覺得投資的這個概念在於 你買的這個點或者買的這個價格 要在這個10點市場上最好 那Diamond Bank就是在 我們的強項就是在同一個10點 把全世界一個 我們選擇一個單一的一個主題 讓消費者可以買到最好的商品